先赞后看快乐无限 大家好我是凯文 今天是2024年8月21日 欢迎收看第209期泰国周刊 我们废话不说直入正题 第一你知道吗 泰国汽油一直在补贴柴油 不久前泰国石油燃料基金办公室表示 为了更好的管理亏损的石油燃料基金 针对柴油和液化天然气的补贴可能会走向中止 据曼谷邮报消息 在近日召开的听证会上 税务部门和能源企业均支持这项提议 长期以来 该基金的一大笔钱都被用于帮助泰国的家庭和企业 但走的是粗广路线 没有制定标准来划定哪些人需要补贴 但随着亏损情况愈发严重 该办公室正在考虑只帮助特定群体 让补贴更有计划和针对性 一家参会的能源公司表示 补贴对象应包括摩滴出租车和突突车司机等低收入者 同时企业还要求政府必须对燃油价格危机做出清晰的定义 以确保让能源补贴的触发条件更加透明和可预测 石油燃料基金为了减轻财务负担一直向汽油消费者征收税款 前曼谷议员罗萨纳表示 91号和95号汽油的消费者 现在每升需要缴纳4.2泰铢的税费和5.85泰铢的消费税 这对汽油消费者来说是很不公平的 这项提议是在前总理赛塔被免职之前提出的 由于新一届内阁尚未确定 下一步是否会继续推进还不清楚 如果可以延续的话 泰国的柴油价格将出现上涨 补贴仅针对特定群体 而汽油的价格则会出现回落 第二泰国的大米其实不是泰国大米 泰国大米一直在国际市场上享有较高的口碑 在很多地方只要一提是泰国大米 身价立马就会提高 但是大家知道吗 泰国的大米其实很多已经不是泰国大米了 据泰国报道 大米出口商协会会长恰伦表示 泰国市场上销售的包装大米中 高达80%都是越南品种茉莉八五 泰国本土品种的产量已经出现大幅萎缩 大米行业岌岌可危 以巴吞塔尼香米为例 每来的产量为800至900公斤 收获期为4个月 每年只能种植一次 而茉莉八五每来产量高达1200至1500公斤 收获期只有90到100天 而且全年可以种植多季 为了获得更好的收成 泰国稻农越来越多的选择越南品种 这就导致巴吞香米几乎在市场上消失 与泰国相比 越南政府持续在农业研发上进行了更多投资 而且已经成功基深国际高品质大米出口行列 与泰国本土大米相比 越南大米价格更低 质量更好 恰伦预测 如果政府不采取措施解决这一问题 泰国大米在国际贸易中的份额可能会下降 据农业部预测 到2025年 印度仍将是全球出口大米第一国 其次是越南和泰国 第三 旅游局预测 今年将赢百万台湾游客 2023年 泰国迎来了78万台湾游客 并获得了4700亿泰铢的收入 据KS报道 泰国旅游局预测 今年到访的台湾游客 有望创出历史记录 达到110至120万人次 截至8月8日 已经有655392名台湾游客 到访泰国 比2023年同期增长64% 这数字正在接近旅游局设定的 全年72万游客目标 上周 泰国旅游局在台北举办了一场促销活动 并推出了特别旅游套餐和折扣机票 该活动成功吸引了约1万名游客 最新的官方数据显示 70%的台湾游客选择自由行 剩余的30%选择跟团游 他们每次旅行平均停留5至6天 平均花费约为每人4万泰铢 最受台湾游客欢迎的目的地是 曼谷、巴提亚、巴舒府、清迈、赫勒府和贾米 他们最喜爱的五大活动 依次是品尝泰国美食 参观历史遗迹、水疗护礼、海滩活动和社区体验 泰国旅游局台湾办事处主任撒利玛介绍说 台湾客源属于优质游客 他们更注重旅游的便利性 87%的游客以观光度假为目的 5%的游客属于商务休闲游 生态旅游占1.3% 第四、曼谷游客欺诈全球排名下滑 据泰国报道 计算机安全公司麦克菲近日发布报告 揭示了2023年对英国游客来说 全球风险最高的十大旅游目的地 报告显示2023年 英国游客因欺诈而受到的损失高达1200万英镑 在去年的榜单中 曼谷高居榜首 但今年情况有所改善 名次下降到第六位 安全专家提醒游客 要注意保护个人隐私 不要轻信社交媒体 对那些看起来有些过分的优惠 要格外小心 对英国游客而言 最有可能被骗或被抢的城市 是西班牙贝尼多姆 其次是德国柏林 第三是西班牙巴里阿里群岛 第四至第十名 以此为马尔他首都瓦来格 葡萄牙阿尔布费拉 泰国曼谷 马尔代夫 阿联酋迪拜 美国纽约和爱尔兰都柏林 第五 泰国上半年查获170万件假冒商品 面对疯狂涌入的海外廉价商品 泰国政府暂时还没有出台任何遏制措施 但对其中的假冒伪劣产品 当局的打击力度正在加大 据《民族报》20日消息 商务部知识产权局近日公布了 2024年上半年 打击知识产权侵权的统计数据 根据《商标版权和专利法》 该局共起诉了747起侵权案件 共没收了1723914件假冒商品 与去年同期相比 虽然案件数量下降了20.2% 但缴获物品数量却上升了33.7% 各部门重点打击的对象 是那些隐藏在大型仓库中 然后分销给小型零售商 和进行网上销售的假冒商品 今年5月 执法人员在暖无理府 查获了大量假冒德国足球队 和其他俱乐部的队服 8月15日 当局在曼谷一栋商业大楼内的仓库中 查获了大量从中国走私入境的 假冒奢侈首表 香水和名牌服装 总价值约2000万泰铢 泰国商界人士建议政府当局 对进口商品进行更严格的质量控制 出台税收措施 保护国内生产商 加强泰国企业的生产和创新能力 以及修改阻碍泰国贸易的法律和协议 第六 东里府机场航站楼变烂尾工程 为了促进流业的发展 泰国前总理赛塔 要求大力推广二线省份 东里府就是其中之一 此外 泰国还立志成为亚洲航空枢纽 二线省份的机场也在紧锣密鼓的筹建和升级中 据泰国16日报道 愤怒的东里府居民向国家反腐败委员会投诉称 东里国际机场投资12亿兴建的新航站楼 已经沦为烂尾工程 当地旅游业无法向政府设想的那样 迎来什么所谓的新机遇 在接到投诉后 当地反腐败委员会官员尤塔纳和机场相关人员 视察了新航站楼 他们发现整栋建筑受损严重 部分天花板已经倒塌 很多地方出现漏水的情况 用于景观的植物大面积死亡 供水系统多处破裂 大量安全摄像头照明灯和扬声器等电子设备出现故障 尤塔纳告诉记者 整个东里府机场项目获得了46.6亿泰铢的政府预算 其中12亿用于兴建航站楼 原定于今年4月22日完工 但最近4个月以来一直处于停工状态 无人看管和维护 据项目甲方机场部介绍 该航站楼已经完工98.3% 但由于缺乏后续资金 导致建筑承包商无法完成该项目 此外 诡异的是 由于甲方拖欠工程款而造成的项目延误 但乙方承包商每天被罚款100万泰铢 罚款总额现在已经超过了一个月 第七 猴豆卷土重来 泰国准备好了吗 世卫组织已经正式将猴豆改名为M豆 但多数媒体为了受众的阅读习惯 依然还称为猴豆 据法广CNN BBC综合报道 在刚果爆发M豆疫情后 世卫组织14日宣布 两年来第二次将M豆疫情列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而且这一次比2022年更为严重 自2014年初以来 13个非洲国家已经累计报告2863个确诊病例 其中517例死亡 这次疫情之所以严重 部分原因是一种名为1B的变异毒株 该病毒自2023年底以来一直在传播 目前已经扩散到摩洛哥 埃及 科特迪瓦 尼日利亚 罗旺达 肯尼亚 莫桑比克 南非等非洲国家 并最终可能传染到包括欧洲在内的其他大陆 这种病毒除了可以通过性传播外 也可能通过接触受污染的物体 皮肤损伤或简单的呼吸道飞沫传播 一个比较可怕的现象是 在刚果已经发现学生之间和家庭内的传播 据民族报 PBS等泰国媒体报道 朱拉隆公大学著名病毒学家勇近日强调 泰国迫切需要对1B变种进行密切监测 勇教授介绍说 此前在泰国流行的M痘主要涉及2B分支 国内共发现了超过400个病例 该毒株的严重性较低 主要影响成年男性占所有患者的98% 这次流行的1B毒株可以感染儿童和成人 而且男性和女性均可感染 另据曼谷邮报消息 泰国疾病控制部8月19日发表声明称 该部门已命令医院和相关部门 在可能爆发M痘病毒的地区工作时 采取严格的监控措施 同时还命令所有国际机场的疾控检查站 和国际港口 特别是朗曼机场 苏尔纳普机场和临查班港 对来自非洲的旅客进行筛查 此外 医学科学部负责确保 一旦疫情爆发 有足够的医疗设备和用品 第八 泰国将办AV博览会 多位日本女友到场助阵 在泰国 色情产业是违法的 相关的网站是被屏蔽的 成人漫画是不让看的 各种两性玩具和用品是禁止销售的 但举办博览会却是可以的 据泰格19日报道 今年11月22至24日 南乌里府将举办AV博览会 届时将有至少15位 顶级日本明星前来助阵 官方称 此次展会的目的是 为娱乐行业打造交流平台 推动亚洲娱乐的发展 届时 来自全球200家参展商的 多种线上和线下娱乐产品和服务 将在超过2万平米的空间内展示 同时还将举办多种有趣的活动 参加的粉丝除了可以跟AV明星见面外 还可以观看各种角色扮演节目 包括教室 医院和监狱等场景 据媒体介绍 最便宜的门票为1000泰铢 最贵的9600泰铢 第九 普吉岛酒店和警方掩盖意外命案 据泰格报道 26岁的泰国女子南姆是普吉岛一家著名酒店的厨师助理 今年4月21日 她在工作时意外死亡 目击者称 南姆尖叫一声 仰面倒地 头撞在桌子上 随后失去知觉 最终不幸离世 当地警方对事发现场调查后表示 没有发现任何身体攻击或电击痕迹 在进行完试检后 警方于4月22日宣布 南姆死于先天性动脉周样硬化 酒店很快向南姆家人提供了68000泰铢的补偿金 她的同事也募捐了12000多株 但南姆的父亲不相信警方的报告 并拒绝接受这笔钱 她说女儿没有先天性的疾病 但她工作的地方有很多电器 按目击者的说法 很有可能是触电造成的意外 7月底 受害者家人终于收到了医院的检查结果 证明南姆确实因触电导致死亡 当地媒体近日表示 酒店方面涉嫌伪造文件 以逃避责任 警方很有可能参与了隐瞒事实的过程 第十 泰国京县万吨铝渣 两家中资企业被查 不久前 佛同府公路警察在一辆卡车上发现了大量铝渣 而且司机没有运输此类危险物质的许可证 据泰勒报称 铝渣可能污染工厂附近的空气和水源 吸入其中的粉尘还会导致人和动物出现呼吸问题 警方根据运输的出发地和目的地 确定了存放铝渣的两家公司 据泰国媒体综合报道 警方和工业部的官员突击检查了位于 佛同府和龙仔错府的两家冶炼厂 发现了超过14000吨铝渣 经调查后发现 这两家冶炼厂都是非法建造的 没有经营许可证 看守仓库的泰国员工称 他们的老板是中国公民 工业工程局主任朱拉鹏说 非法建厂和无证经营都是不可接受的 根据泰国相关法律 最高可处以两年监禁或20万泰铢的罚款 目前警方正在传唤两家企业的幕后老板 第十一 劫匪自称中国公安抢劫同胞8000万 据泰国媒体铺天盖地的报道 8月14日 巴吞塔尼府发生入室持蟹抢劫案 主要受害人为34岁的中国商人 据受害人介绍 四名劫匪戴着滑雪面罩 手里拿着武器 于凌晨两点左右闯入家中 当时妻子 妹妹 秘书和两名女佣在家 劫匪自称是中国公安 要求受害人支付200万美元的加密货币 还抢走了200万泰铢现金 一块百达斐利手表和一辆丰田阿尔法汽车 总是按金额约8000万泰铢 得手后 嫌疑人拿走了别墅监控系统的电脑主机 随后驾驶受害人的阿尔法汽车逃走 据警方介绍 当晚有5人参与作案 其中1人驾驶白色轿车将4人送至案发地 4人步行约200米后翻墙进入受害人家中作案 14日下午1点半 警方找到了被抢走的阿尔法汽车 附近的监控显示 一辆白色轿车将嫌疑人接走 8月16日晚上 一名越南男子N在沙角府被捕 警方证实此人是这起案件中的司机 N承认这4名男子 故他开车从拉玛九路到巴团塔尼府的别墅 第一次是在8月8日晚上 第二次是8月14日凌晨 在案发当晚 嫌疑人丢弃阿尔法后 N将他们再次送回拉玛九路 但他否认参与了抢劫 据泰梅15日的报道称 警方认为5名嫌疑人依然在泰国境内 于是展开了大规模搜捕 但直到现在 一周已经过去了 除了越南司机外 案件还没有取得重大进展 好 以上就是本期的节目 谢谢大家收看 也欢迎大家多多的点赞和订阅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